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叫做咸子肉 在商场里面买的呢 里面都是把它封装好 激动好的 咸子肉是啥呢 实际上就是一些海里面的小北口取下来的人 尤其是花甲 黄咸子啊这些之类的 今天我们就用了一个咸子肉 给大家炒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菜 特别是家里面有男朋友的 一定要把这道菜学会 首先把这个咸子肉啊 倒在一个楼上里面 然后用水给它清洗干净 最后是用冲洗的方式 把这边的可能就比米以上 这样冲洗干净 然后挤干水分 然后重新倒起来 准备一把韭菜 然后把这个韭菜切成小段 把这个切好的韭菜装起来 再准备几块小米辣 把它切成小圈圈 生姜少许 用刀皮革 来点大蒜 同样用刀皮革 然后剁一下 剁成姜酸面 好 装起来 准备一件葱串 然后把茄子葱花 把它装起来 切锅 烧热 锅烧热来就下油 给它换一下锅 把它换一下锅 然后倒出来 锅里面留少许的底油 然后来点猪油 把它划开 这猪油划开了 就下姜葱蒜 然后再来点小米辣 把它爆一下 炒香 把我们美好的鲜汁倒进来 然后快速地给它炒香 炒至软生 最不适应不需要太程炒 现在把我们韭菜倒进来 然后调入一点点 火煸一下 来上少许的蚝油 然后快速地给它炒匀 会先炒 然后莹ВО 愁 Message 炒好的鲜汁 让它放进来 安排 稍微煮个白盘就可以了 好美味纸仓 灯 ingenνο 西湖 这道韭祥鲜肉 据说吃了过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我也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力量 反正家里面有男朋友的 为了这个神奇的力量你们一定要提高一下 真的多么好吃 还有先走过这个韭菜觉得是你的最佳大牌 又鲜又嫩 又要有点脆嫩的口感 这点也可以 而且下饭绝对八道 为了这个神奇的力量我要多吃两口 这个味道不错 双餐了 去看一看吧 刚刚回来告诉我 有没有那个神奇的力量哈 好 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